这里是彭哥谈健康 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有代谢的问题 他们在服用二甲双瓜来治疗糖尿病 糖尿病前期 胰岛素抵抗 多囊卵巢综合征 二甲双瓜这个药物很便宜的 很安全 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它是治疗糖尿病前期的一线药物 我认为这个药物 是所有二型糖尿病药物里面最好的 因为它减少了肝脏产生过多的葡萄糖 它也不会增加胰脏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因此不会加重胰岛素抵抗 相反 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但是这个药物并不完美 由于它的作用机制 它可能会带来维生素B12的缺乏 根据研究发现 在服用二甲双瓜的人群里面 有三分之一的人 如果他们不服用维生素B12的补充剂 他们会缺乏维生素B12 如果他们还喝酒 并且每天喝的还不少的话 那酒精还会进一步降低 维生素B12的水平 如果他们不喜欢吃肉 不喜欢吃动物的内脏 那维生素B12肯定缺乏 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时间长了会给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在缺乏维生素B12的时候 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脚的麻木 这意味着周围神经病变 有的时候手上也会出现针刺一样的感觉 不仅如此 如果B12长期缺乏 它还会带来记忆力的下降 甚至会导致痴呆症 在心血管的问题上面 B12缺乏还会导致心输出量减少 让心脏无法正常的工作 这会带来贫血 器官供血不足 大脑功能下降 疲倦等一系列的问题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缺乏B12 你可以到医院去进行一下 血液的B12检查 再查一查血肠规 同行半光氨酸 如果结果异常 基本上可以考虑B12缺乏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补充B12了 食物当然是最好的B12来源 尤其是动物类食物 但是在B12缺乏的情况下 需要更大剂量的补充剂 例如甲骨胺 腺骨胺 轻骨胺 腔骨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醒一下 有些人由于基因的缺陷 导致身体里面的甲基化系统 无法正常工作 那这就意味着 他们无法将合成形式的维生素B12 转化为身体可以利用的形式 即使补充了普通的B12 身体还是会缺乏有活性的B12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选择甲骨胺 也就是已经处于活性状态的B12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你也可以转发给更多人 最后让我们一起为了健康而努力 加油